腾讯体育11月2日训,经过一个月的激烈决注,最终,IT战队和FNC战队站到了决赛门前,向着今年的召唤诗碑,把其最后的冲击。 决赛前,FNC接受了媒体采访,IT针对我们中路是正确的选择,但我们可以多点开花此前,双方在小组赛交手三次。 FNC认为,IT利用中路给强大的兑现能力,配合打野针对Kaps是正确的选择,但是他们也有反制措施,那就是针对IT的下路。 他表示,IT针对Kaps这条路的战术十分有效,但Kaps可以调整好状态,迎接IT的猛攻。 作为回应,FNC会考虑从下路打开局面。 Sarpo笑称,之前与IT的比赛,我们没有让Kaps带我们飞,而是靠我们四个赢下了比赛。 这是一个好现象,IT前期非常凶悍,但中期的满撞和激进是突破口,对于很多人将FNC看作欧美最后希望这件事。 Vibe看起来很开心,他觉得这样看我们,是因为我们真的变强了。 他笑着回答,我感觉这次比赛,要很多人知道了我们有多强。 IJ在前期真的很强,但他们到中期会做出很多非常错误的激进的举动。 比如,中路我们有一波团,Dude秀,那我们拿到了双杀,如果他秀成功了就可以为2G带来胜利,但是之后他们被零换四,于是他们输了。 职业选手应该自我批评和反省调整心,太悲惨关键的Vargo作为本次全球冻决赛的表情包担当。 每次镜头给到他都是活生生的表情包,关于他如何在比赛里,做到保持轻松愉快的情绪。 Spark回答,每个职业选手都会面临外界极大的压力和质疑,而我做的就是让自我要求高于别人的自己的要求。 这样我就可以轻松愉快面对外界,给我的批评和意见,并从中板次刻发现问题,调整心态自我发行对职业选手来说十分重要。 最后,决赛前Vargo想对爱基说,我们FSC很自信,能听到决赛的任何队伍都不比对面差,我们只想赢。 如果我们落后或遇到了问题,调整过来的我们将更强大。 这或许是欧洲最有希望的一年FSC希望重现网约荣光在此前的采访中,Vipo说道,韩国赛区明年会更加来势汹汹,而LPL的体系已经预发完善,队伍实力也在日益强劲。 今年是欧洲赛区最有希望夺挂的一年,我们不会放弃这次聊机。 他希望能看到为冠军放斗多年的Ragos和其他队友实现梦想,为了队友和自己他将不遗余力,我曾是一个替补,但现在这个替补将近全力为老伙伴们拿下这个冠军。 Vipo说,这将会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一年吧,文仓鼠。